台湾228事件70周年中枢纪念会 在英语绵绵的228公园展开 蔡英文向纪念碑献花 突然有一名抗议者在观众席起声高喊 还我土地 台北市长柯文哲以受难者身份致辞 其实很连因为同事者的错误 让一群惊艳从此消失 造成了台湾长期黑暗晋升的年代 其实70年过去了 在这一刻 这岛上很有许多人心中有一个创伤 刺痛而且没有遇到 也仍然因为此事件而彼此冲突和猜忌 228家属代表潘信行对蔡英文说 已经70年了就不应该再拖下去了 70年活在只有受害者没有加害者的恐惧中 他拿出2006年学者专家完成的 228责任归属报告表示 所有证据都指向蒋介石是228的元凶 潘信行尧指中正纪念堂说 我看他看他在那里 这里人买过去干拜 这对我们家属来说 这是情何以堪 总统蔡英文认为 何解必须建构在真相之上 我们会将过去散布在各机关 所有关于228事件 以及白色恐怖时期的 自白笔录录 跟监 判决 公文书都清查出来 并且进行内容的判读 作为撰写 国家转型正义调查报告的基础 蔡英文表示 有人说现在拼经济都来不及 为什么要弄转型正义 更有人说转型正义就是政治斗争 但他必须说 没有真相 该过去的永远不会过去 繁荣和公益并存的国家 才是更值得追求的目标 蔡英文提到一个多礼拜前 他去参加国际大屠杀纪念日活动 看到以色列和德国的代表 共同哀悼 提醒历史不要再重演 我希望有一天 每当2月28号来临的时候 就是国家最团结的时候 我们不再需要相互指责 也不再有人需要难堪闪躲 日本中央大学校长九景正三郎 赴台为10名228遇难校友 在纪念碑前线上学生守折的千语贺 表示哀悼与祝福 蔡英文28号连赶三场纪念活动 上午他先赴1980年2月28日 临宅灭门血案发生地 逆光教会限制参加追思礼拜 场外四人举牌抗议 拒绝消费228 放下仇恨和解共生 文化部长张立军强调 中正纪念堂转型修正草案 下会期会送立法院 不是去讲话 是去威权话 不希望后代看到这段历史时 把转型正义直简化 看成是政党轮替 自由亚洲电台记长 夏小华台北报道 夏小华台北报道